外在的环境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你就是很不喜欢我 或者是你很不喜欢 哪种类型的人 我们在国外就知道 有的人就是 他就是不喜欢亚洲人 那然后呢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我可以做什么 这是一个选择 后社认真很多 他有提到的 是不是我们可以 有撰写的方式 其实我自己 从18岁就开始写日记 那个时候 我就有发现 当我把事情写出来以后 它是一种放下 Arthur Brooks他都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你在你的情绪中 你是在你的边缘系统 就是你的Lymbic System里面 可是当你在写的时候 你已经走入 你的Prefrontal Cortex 这时候你就是 转换到了你的执行功能 所以这个是一个 后社认知的一个 很棒的练习 我会劝大家 而且是马上可以执行 有的人说 好这个人骂我 我现在正要骂回去之前 就先数一二二三 然后来想一下说 他为什么骂我 就是我要 Respond 我不是React React是不经大脑的 对不对 就像我们敲我们膝盖一样 就是他是一个自己反弹的 反应动作 但是我现在是要回应他 回应我可以选择 就像你刚刚说的 外在的环境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你就是很不喜欢我 或者是你很不喜欢 哪种类型的人 我们在国外也知道 有的人就是 他就是不喜欢亚洲人 那然后呢 我可以选择坐在这里讲说 我教授就是不喜欢我 我好可怜 我怎么这么倒霉 或者是我可以选择说 好我的教授就是这样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我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选择你的情绪 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快乐 它就是非常单纯的快乐 就是我永远活在喜悦中 比如说我很讨厌我的教授 可是我可能我很喜欢这堂课 很多时候快乐本身 不是非常单纯的 它其实是一个混合性的 在这里面我们就是看到说 这个练习 就是第一个你的期待值 第二个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后设认知 不管是透过书写 或者是透过呼吸的调节 我可以不要马上做反应